收取标语高喊口号 南韩医师大罢工将近一周 在当地时间24 25号周末两天 医师们更连日上街为自己争取权益 南韩医师痛批政府增加医学院名额 根本是治标不治本 更有时习医师跳出来 指扣南韩的医疗体系宛如血汗工厂 月薪折合台币大约9万元 虽然比南韩规定的最低薪资 48,000高了快一倍 但工时也是将近一倍 天还没亮就得上工 长期过劳让医师们早就撑不住 罢工一周影响也开始浮现 所有大学医院急诊室 快要没有多余病床能收治病患 首都五大医院七成住院医师 尽管医师拒绝工作 只剩医学院教授留下来苦撑 但也开始出现离开声浪 尽管医院急急开放 南韩总理也前往视察 但医师工会与政府双双态度强硬 并换成了这场罢工最惨受害者 TVBS新闻总和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